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俄罗斯在今天又加强了在乌克兰南部的军事攻势 以渗透进入赫尔松市 并且向扎波罗舍推进 而在此前的另外一轮会谈中尚未达成停火协议 普京发表了最新电视讲话 声称自己决心继续这一场战争 并声称自己的入侵正案原计划进行 还成功实现了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呼吁俄罗斯占领区的居民进行抵抗 比如位于黑海附近地面博河河口的赫尔松 他表示俄罗斯人迟早会被迫离开 泽伦斯基说我们将赶走他们 每个占领者都必须知道 他们在我们这里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他们不会让任何人臣服于他们 他们进入的任何地方都将面临强烈抵抗 他们必将被消灭 最近几天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几个小镇 爆发了挥舞乌克兰国旗的抗议运动 在战前基辅准备了留守的部队 目前这些部队将专注于扰乱俄罗斯军队的后方 在周一在白俄首次会面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 当时未能达成有关协议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中 双方表示仍然没有实现互相的要求和结果 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停火 乌克兰方面宣读的联合声明表示 双方已经同意组织人道主义走廊 将平民从被围困的城市中撤离 并继续运送食品和药物 据联合国表示 在过去一周内乌克兰已经有一百万人逃往邻国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在今天继续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和北部的切尔尼哥夫居民区进行猛攻 同时继续对首都基辅进行空袭 几艘俄罗斯军舰出现在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附近 乌克兰官员表示 这可能是两栖攻击战的开始阶段 夺取奥德萨和其他仍在基辅控制下的沿海城市 将使得乌克兰失局黑海沿岸和该国大部分出口货物转运的港口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在周四普京与法国领导人马克龙的九十分钟通话中 普京再次提高了要求 他声称希望乌克兰在莫斯科同意停火之前解决武装 如果乌克兰拒绝 俄罗斯将通过武力来实现其目标 普京对于法国也提出了有关威胁 根据法国官员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普京随后开始重申其入侵的理由 声称乌克兰政府掌握在纳粹手中 而法国官员则回斥要么你是在自欺欺人 要么你是在寻找借口 马克龙告诉普京莫斯科将为自己的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 俄罗斯最终将被削弱和孤立 而克里姆林宫对于这一次通话的报道却极为不同 声称普京仍然要求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地位 并表示特别军事行动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完成 还警告表示通过拖延谈判来赢得时间的企图 只会导致基辅提出更多要求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乌克兰军队已经设法阻止了俄罗斯对于基辅和哈尔科夫的推进 在首都西北部的反攻中又夺毁了一些地区 乌克兰的强硬抵抗也促使克里姆林宫转变了战略 甚至炮击平民区试图打击乌克兰民众的士气 尽管外界已显示了大量证据 普京却适口否认是俄罗斯部队正在轰炸乌克兰的平民区 声称是乌克兰人自己在炮击自己的城市 西方官员普遍担心 莫斯科正在为俄罗斯军队使用围困战术打下基础 同时将平民和抵抗者困在城市地区切断他们的食物和供应 法国外交部长将乌克兰城市所面临的情况 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泊相提并论 后者被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曾经摧毁 勒德里昂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 他表示乌克兰东部以俄语为主的城市哈尔科夫和亚索海沿岸的马里乌波尔都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而说到跟俄乌战争这一时段的其他要闻 美国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印度实施制裁 根据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消息负责南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庞纳德鲁 在当日的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政府正在权衡印度与俄罗斯密切的军事关系 对于美国造成安全威胁的程度 考虑是否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来实施相关制裁 所谓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是川普政府在二零一七年推出的 内容主要包括制裁与俄罗斯国防或情报部门有关的相关交易 根据来自CNBC的独家报道 一位高级美国国防官员告诉记者 美国军方现在建立了与俄罗斯军方直接沟通的管道 作为在乌克兰周围解除战术调动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沟通渠道主要是避免两国军队之间的误判和升级 目前美国方面再次确认 在乌克兰境内或上空没有美国的军事资产尽有武器援助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今天再次表示 对于我们而言 这一场战争不是与西方的冷战 而是与西方的热战 普京在演讲中则再次重复了没有经过证实的说法 说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一个民族 又说自己是俄罗斯多民族人民一员而感到自豪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寻求吞并乌克兰而进行的文化宣传借口 英国方面宣布普京的重要盟友俄罗斯寡头乌斯马诺夫和舒瓦洛夫在今天遭到制裁 总价值大概一百四十亿英镑 联邦制裁立即生效 而同时乌斯马诺夫因为他与埃福顿的重要联系而受到关注 英国在下周将成立部长和寡头工作组 美国今天也宣布了对于俄罗斯寡头以及家人以及其他普京身边官员的最新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也在制裁名单之上 说及中国与俄罗斯相关的消息 在今天我们要重点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在二月份的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外界普遍观察到 中国最高政治局常委及领导人从新闻画面中消失了 当时七位成员正在讨论乌克兰局势并讨论北京应该如何应对 根据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消息来源 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国家 有一位中国消息一项日经亚洲评论表示 由于乌克兰问题集体领导可能卷土重来 文章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常务委员会成员 也在质疑坚持目前支持普京的立场是否明智 比如联合国大使张军在周一开幕时 对于乌克兰问题紧急会议发表评论 可能就是这样的信号 当时张军在会议上说 局势已经发展到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尽管只是略微的与官方表态的差别 但是日经亚洲评论认为 这可能反映了中国最高层领导层中也有不同意见 而同时中国的网民们也对于乌克兰局势纷纷发表意见 有人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 与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相比 一九三二年日本建立了维满洲国 而俄罗斯的入侵成为了中国人民很难达成一致的一个争议性话题 尽管一连串的事件让外界觉得中国领导层似乎赞同普京的行动 但是日经亚洲评论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七位常委的步调都是一致的 特别是现在北京将不得不为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日经亚洲评论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仍然与普京交好 比如普京是唯一一个访问北京并参加奥运会的大国领导人 习近平也需要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 由于一种观点认为乌克兰问题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福音 由于普京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 导致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发生冲突 中国可能从中获益 这种想法的主要论据是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力量的能力将出现下降 中国会填补这一空白并抵消美国此前的印太战略 在中国安全官员中 主流观点是中国在任何一个情况下都不会输 有一位消息向日经亚洲评论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都会从乌克兰问题中获益 而最终输掉的是乌克兰西方国家也会遭受严重打击 但是日经亚洲评论也说 现在人们也越来越担心 如果中国允许自己被进一步拖入普京造成的乱局 国家利益可能会受到持久伤害 中国方面首先是出现了误判 习近平的智囊团认为 面对俄罗斯压倒性的强大力量 泽伦斯基会迅速逃跑 此外他们认为乌克兰军队会投降 战斗很快就会结束 而根据来自日经亚洲请评论的报道 中国是根据来自俄罗斯的情报做出这种判断的 中国领导层也认为 居住在乌克兰的大概六千位中国人 可以从俄罗斯军队完全控制的机场乘坐包机离开乌克兰 他们认为迅速入侵之后 俄罗斯将获得空中优势 而中国侨民的撤离可以在二月底前安全进行 在做出这些判断之后 中国政府不建议其在乌克兰的国民离开该国 当时中国政府发出通知说要求希望离开乌克兰的中国国民 在二月二十七日午夜前到中国大使馆申请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局势迅速升级 包机撤侨不可行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又发布通知 通过中国公民 他们会帮助他们通过陆地离开 后来传出了中国学生乘坐巴士离开机府的画面 几天之内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乌克兰人拒绝屈服 而许多生活在海外的乌克兰年轻人回到家乡与同胞一起战斗 现在士气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 根据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这样的事态发展使得习近平的领导团队在面临俄罗斯军事入侵时处于被世界舆论孤立的一方 陷入困境的中国是否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立场呢 日经亚洲评论分析认为政治局常委或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当委员会成员在某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们可能会通过多数投票来解决问题 如果是三对三的平局 那么最后第七人将拥有决定性的一票 从而决定中国整体的政策转向 这就是集体领导的本质 但是日经亚洲评论也说 改回领导及决策并不容易 最大的问题是加强中俄伙伴关系与习近平本人的立场一致 习近平更喜欢以集中统一领导的名义自上而下地进行决策 如果常委会投票放弃他自己所倡导的政策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的政治失败呢 日经亚洲评论分析认为 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挫败也可能会使得习近平极权恶化 为其他经济和重要事物的政策变化开路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中国国内政局可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而涉及中俄关系有关消息 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魏玲玲女士 在今天又有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了习近平与普京在过去一年关系变化的多种细节 据官员和外交政策顾问对华尔街日报透露 在过去一年的内部会议上 习近平始终强调美国是中国利益的最大威胁 将中国的外交政策集中在与俄罗斯结盟 以对抗华盛顿方面 在十一月底普京接受邀请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决定后 北京就开始计划二月四日的习近平和普京的峰会 当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都因为中国的人权记录 而在考虑对于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 拜登政府在十二月启动了民主峰会 试图为北京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 根据华尔街日报所了解到官员和顾问们的话 这些举动当时激怒了北京政府并推动了其决策 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的目标之一 是为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奠定思想基础 为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和俄罗斯大使合作 在十一月底在美国媒体上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联合评论文章 两人认为民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特权 又声称中国是全过程的社会主义民主 说民主是俄罗斯民主联邦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二月四日的联合声明又强调 中国两国都有根植于千年的深厚民主传统 这样的说法反映了习近平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观点 一千年前中国处于皇帝统治的封建宋朝 以及高度发达的官僚机构而闻名 根据官员和顾问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北京建议说两国友谊没有界限这样的一句话写在联合声明中 但是这样的话让西方国家看起来却十分引人担忧 消息人士表示北京之所以这样做 目的与其说是宣布中国将在战争情况下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不如说是为了向美国发出强烈的信心 表明两国在面对他们日益严重美国威胁时有共同的决心 消息人士还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北京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的 是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日益激烈的做法 即使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队集结时 中国官员收到了美国有关于俄罗斯可能入侵的情报 北京仍然认为入侵是不可能发生的 消息人士表示中国认为普京的边缘政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就是分裂北约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没有想到普京真的会进行这样的入侵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从二零一二年底上台以来 习近平让自己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力量 主要强调所谓大国外交 外交政策顾问表示 这种更加集中的外交方式意味着 与最高领导人议程不同的观点 可能习近平根本听不到 外交政策顾问表示 今天尽管中国国家媒体发表了亲俄言论 但是有一些政府顾问私下里质疑 这种伙伴关系是否会切断中国与西方还有其他国家的联系 目前中国在对抗美国方面的共同利益 推动了两国关系密切 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习近平和普京自己的私人关系 两位独裁者都有恢复国家过去辉煌的愿景 即使对于中国来说那是好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情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书里报道 习近平在二零一三年访问时就对普京说我与你的个性很相似 此后两人会晤了三十多次 而普京也向习近平展示了 他有的时候不对其他世界领导人展示的尊重 文章引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高级教授表示 普京在与外国政要会面时会故意迟到 比如有一次他带着自己的狗去见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 普京明明知道默克尔对狗很恐惧 这一位名为拉琴科的教授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普京就绝对不会对习近平做这样的事情 普京本人显示了对于习近平的尊重 原因是他认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是俄罗斯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我认为了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们的工作 punches 思想 我在 溫 挫 事 打 研究 这个 简单 创新 文贵 文贵